《仙剑奇侠传四》即将开拍,胡歌杨幂不参演,主角是当红小花旦。 《仙剑奇侠传》是很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,无论第一部还是第三部都是无可替代的,当年该剧登上荧幕,不仅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,主演们也都大红大紫,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有一番成就。 2005年,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热播显起了一波收视狂潮,直接江湖歌、刘亦菲、安亦轩、彭于燕几歌主演捧红了,更是带火了一个新的仙侠剧题材,以至于如今的仙侠题材作品泛滥成灾,其实都是多亏了《仙剑奇侠传》的开垦。 再后来,《仙剑奇侠传3》再次火爆,而这一部,女主角从之前的刘亦菲和安亦轩换成了杨幂、刘诗诗、唐嫣。 和《仙剑奇侠传1》一样,《仙剑奇侠传3》让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、霍建华、袁洪等几位主演也一夜爆红,尤其是杨幂、唐嫣、刘诗诗三位更是成为了后来的小花旦,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年,这几个人的人气依旧非常高。 前几天,《仙剑奇侠传4》已经在筹备中,编剧换了五波,一定会再延续仙剑经典。 昨天,《仙剑奇侠传4》的片方开了官博,发布的第一条微博就是《仙剑奇侠传4》即将来袭,让不少粉丝都激动了一把。 纷纷在下面畅所预言,片方也是征求网友意见逐个回复。 如今片方发布微博,说明《仙剑奇侠传4》已经进展顺利,选角基本已定,进入了即将开机的状态。 对于这部剧,很多人期待的是演员。 不过,我们都知道,胡歌一心磨练演技,早已走出偶像剧的范畴,并且他也曾表示他的年纪不适合这部作品。 至于杨并,刘诗诗等人恐怕也在难凑起了,原班人马应该是不可能了。 据媒体报道,王俊凯将扮演男主角云天和,而迪丽热巴将扮演韩灵莎,宋祖儿则扮演刘梦里。 这几位可谓是当红的小鲜肉和小花旦,都有自己的粉丝团,估计如果拍后开播,肯定是能短时间聚集很高人气。 但人气高,不代表能够驾驭这一部剧。 很多人对于这样的选角还多多少少有些意见,小编觉得,不谈是否能够挑战胡歌,刘亦菲,杨幂,只需要用心去演这部剧,不要了大家的美好狭想就好。 大家对这个选角还满意吗?你心中有中意的人选吗?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。